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日信注释行的常工 张介冠 在这个环境里面我已经工作了 今年刚好要进入第五十年 那一般大家都可能对注释很陌生 这火板运刷产业这个注释行 早期是不对外人开放的 所以我只能简单的跟各位介绍 什么叫注释 首先要注释呢 当然必须得具备有生产的机器 它叫注释机 那机器之外 它还要在每要生产一个签字 都要有一个母模 那叫铜模 那个铜模才是注释行里面 最珍贵的资产 那这些铜模放到注释机里面 透过炉火的溶解 将签的材料 它其实是一种合金材料 那除了签以外 它还有锡跟铁 这三种金属的合金 那因为它主材料是签 所以我们才称它为签字 其实大家都可能听过 这个铜板印刷 那这个是在宋朝 毕生 发明的活泥字以后 开始有的这种印刷的方式 那在台湾 早期呢 最繁荣的时候 是应该是在民国四十年 到民国七十年左右 又是这个活泥印刷产业最盛行的时候 那到了七十五年以后 因为电脑的开始进入到这个产业 那很快速的就将 活泥印刷这个产业 送入了历史的灰城里面 那到了民国八十五年 台湾所剩下的活泥印刷厂呢 几乎剩下不到百分之一 这两三年来 几乎就只日性柱子行 仍然在生产签字 供应给台湾仅存的 二三十家印刷厂使用 在民国九十年左右 台湾柱子行最大的一家 叫中南行 结束营业的时候 对我来讲 是有一个相当大的震撼 因为它是我父亲毕生的心情 我希望保留一小小部分 给我将来的子孙 让他们知道 他的祖先做过哪一个行业 这个行业对于人类的文化进程 提供了什么样的贡献 希望如果我有能力的话 我可以为台湾这块土地上 可以做的唯一的事情 就是将日性柱子行做一个完整的保留之外 还把火板印刷的整个产业 能够在台湾的这块土地上 再把它重申起来 现在的日新柱子行 已转型成为教育推广 观光导览的文物馆 而且透过林坤范老师规划之下 让年轻一辈来学习柱子产业文化 张建冠表示 自己期许日新柱子行 转型为台湾印刷文化工艺馆 并且永远保存下去